眼皮跳动在命理学上经常会被大家说是跟运势有关系 对此慈禧医院眼科部主任李元杰他表示说 医学上有95%以上眼皮跳动都是良性的 如果民众感到困扰呢可以多补充钙、美来减缓症状 不过如果改善生活习惯一个月之后眼皮还在跳没有改善的话 还是要赶快就医 李医师指出一般来说若是身体其他部分没有疾病 单纯只是眼皮跳动的话95%以上都是良性的 背后可能的原因包含了压力大、肝眼症或是神经较不稳定 常见的原因呢包括哪些呢 大家可以想想看刚刚讲的眼睛不舒服的时候 脚膜不舒服的时候就会让眼睛渣 所以如果眼睛造成眼睛不舒服 比如说眼睛干这是最常见的 或是眼睛有点点发炎、眼瞼炎 或是甚至眼睛不小心有东西跑进去 会刺激你眼睛一直想要让它渣的时候 那你又想要粘开它又想要刺激你渣的时候 这可能会让它容易跳动 那第二个呢就是少数的神经不稳定 尤其是一边的 因为我们如果是脚膜不舒服 常常进去有时候会两边想要跳动 那颜面神经受到不正常不稳定的时候呢 它反而会让一边的眼皮容易收缩跳动 那颜面神经的某一些神经元不稳定的时候 不自主的发电就会让这个神经不稳定 放电的情况下造成眼轮炸击在那边抖动 李源杰医师表示若是单纯的眼皮跳动 民众可以从生活的作息、饮食方面来着手改善 首先就是减少刺激性食物的摄取 以及咖啡、烟酒等等 保持足够的睡眠并适当的减缓压力 此外民众可以多补充钙与美 可以让神经较为稳定 由于眼睛是人体最敏感的部位 缺乏神经传导的营养素就容易导致眼皮跳动 记者林杰、花灵士采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